中午来临东北季风也来了 接下来天气将会逐渐转凉 最低温这一波东北季风 从周六一直持续影响到周二 最低温是在周一到周二的清晨 两波东北季风一一报道 第一波从十一号周六开始 北部跟宜兰地区气温下降最有感 周一更有机会下降二十度 来到最低十八度 这下一波在周四的时候 东北季风影响温度 又会逐渐降温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短暂回温后第二波东北季风 将在周四影响台湾 这次降温更有感 隔离温度都会明显转凉 其中北部宜兰地区则可能低于十五度 今天晚上开始呢 一直到这个深夜的时候 是有一波这个封面通过 所以水气带来的影响 主要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这一道封面通过之后 紧接着是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整个降雨的情况 会持续影响到下周一下周二 除了东北季风 封面水气也带来降雨 周末到下周二 桃园一北和东部都有局部阵雨 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雨几率高 周三水气兼换 但周四又有一波封面接近台湾 降雨情况再增多 东北季风伴随封面接力影响台湾 各地天气不稳降温全台游感 民众出门预算外套可千万不能忘 再来一些新闻周一 周一站台北参谋报道